联邦众议院议长普洛西Nancy Pelosi今天卸任议长的职务 明天即将成为众议院少数党领袖 万区学者为您点评他四年议长任内的表现以及新职务的挑战 古林家报道 毫无遗憾 普洛西担任议长的最后一天 记者问他可曾担心国会是否有能力处理创造就业机会 以及国家赤字的问题 他给了这个答案 时间回到2007年1月4号 普洛西宣誓成为众议院议长 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女性国会众议院议长 担任议长四年期间 学者认为政策上他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 不过在政治上 普洛西却经常被政敌当作剑靶 因为他向来以左派自由派形象著称 当初接任议长也引发政界讨论会对国会的生态带来变化 不过学者分析他在议会的表现其实有所妥协 明天开始国会众议院正式由共和党人掌控 普洛西也将成为众议院少数党领袖 未来当奥巴马总统有求于国会时 普洛西的配合度至关重要 学者认为普洛西在新的职务上将扮演配合的角色 也会适度与共和党人合作 而由于他在众议院已经有固定的班底和他配合 因此他的协调工作不至于太艰难 相比之下新的众议院议长贝纳 马上要面对共和党与查党议员整合的问题才比较头痛 26台记者古林佳在东湾Berkeley的报道